比较财务报表之查核报告 1. 前言 第一条,会计师对比较财务报表所出具之查核报告,应依本公报规定办理。 第二条,企业在继续经营假设下,提供两级以上之财务报表,以协助报表使用者了解企业财务报表。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之变化趋势。 财务报表之比较性为编制报表所追求之一种品质。 两项资讯具比较性,细致二者均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而比较则指就此两项资讯之共同特征予以量化评估。 一致性细致两个会计数字兼关系之品质,例如各其采用一致之会计政策,各其拥有一致之报道期间等,其未达成具比较性之条件。 第三条,维城县财务报表之比较性,财务报道架构有二种方式。 一,连结资讯。 细致将前期之金额及其他揭露,与本期相关部分并列,为本期财务报表之一部分。 前期连结资讯并非足以独立呈现之完整财务报表,仅与本期资讯并列而作为本期财务报表之一部分。 二,比较财务报表。 细致将前期之金额及其他揭露,与本期财务报表并列,以供比较,但并非本期财务报表之一部分。 第四条,在不同方式之财务报道架构下,会计师所出具查核报告之主要诧异在于。 一,在连结资讯之方式下,查核报告仅需引述本期财务报表。 二,在比较财务报表之方式下,查核报告需引述各其财务报表。 第五条,本公报细彩比较财务报表之财务报道架构定定。 二,会计师之责任。 第六条,会计师查核比较财务报表应获取足够及是切之查核证据,以支持比较财务报表系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之规定。 会计师应对下列事项进行评估。 一,本期财务报表所采用之会计政策与前期是否一致,如有不一致,是否已做适当处理。 二,本期比较财务报表中所列前期之金额及其他揭露,与前期财务报表是否一致,如有不一致,前期金额及其他揭露是否已做适当处理。 第七条,前期财务报表如今前任快计师查核,即任快计师应评估比较财务报表是否符合第六条规定,并依审计准则公报第21号首次受托减其出余额之查核规定办理。 第八条,前期财务报表如今快计师查核,会计师仍应评估比较财务报表是否符合第六条规定,并依审计准则公报第21号首次受托减其出余额之查核规定办理。 第九条,会计师批行本期财务报表查核,如发现前期财务报表可能存有重大不实表达时,应试情况执行适当之额外程序。 阵,查核报告 第十条,财务报表系以比较财务报表之方式表达时,会计师应对各旗之全部财务报表或各别财务报表表示意见。 会计师对于所查核之各旗或各种财务报表,可表示相同或不同之意见,例如 一,对本期之资产负债表表示无保留意见,而对其他财务报表表示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例是如附录仪式例一。 二,对本期之资产财务报表表示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而对前期财务报表表示无保留意见,例是如附录仪式例二三。 第十一条,会计师于出具查核报表时,如对前期财务报表表示之意见与原来所表示者不同,则应于意见段之前加一说明段,说明表示不同意见之原因。 例如,会计师若因前期财务报表违反一般公认快计原则而出具保留意见之查核报告,为本期查核发现该财务报表已于本期一一般公认快计原则中编,则会计师于更新对前期财务报表所出具之查核报告时,应指明该财务报表已经中编。 并对中编后之财务报表表示修正事物保留意见,例是如附录仪式例四。 四,对计任快计师额外之要求前期财务报表细由前任快计师查核。 第十二条,前期财务报表细由前任快计师查核时,继任快计师应于查核报告之前延段说明下列事项。 一,前期财务报表细由其他快计师查核。 二,其他快计师所出具查核报告之日期。 三,其他快计师所表示意见之类型,若其意见并非无保留意见时,续名其原因,例是如附录仪式例五。 第十三条,继任快计师如认为前任快计师所查核之财务报表有修正之必要时,应要求受查者安排三方会商处理。 如受查者或前任快计师拒绝会商或计任快计师对会商结果不满意时,计任快计师应采取适当对策,例如于查核报告揭露此四时,例是如附录仪式例六。 受查者将经前任快计师查核之前其财务报表予以中编,而前任快计师并未中签查核报告,则继任快计师应于查核报告前言段中续名此一四时,例是如附录仪式例期。 前其财务报表未经快计师查核。 第十四条 前其财务报表如未经快计师查核。 会计师除应于查核报告中续名前其财务报表未经查核之四时外,并应要求受查者于本其比较财务报表中清楚标明前其财务报表系未经查核。 第十五条 会计师如发现会计师如发现未经查核之前其财务报表中大不实,致影响本其财务报表允当表达时,应要求管理阶层更正。 若管理阶层拒绝更正时,会计师应事实际情形出具保留或否定义建之查核报告。 历史如复录仪式立法。 五 负责 第十六条 本公报于中华民国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发布,并自中华民国九十四年一月一日,含 启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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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实诗